在你我的社会当中 当然有喜功哀乐 但是到底喜多 哀多 乐多 还是你觉得你生活在什么样的情境里 到底是命运还是孕命 命是不是由上天所注定 还是我们可以去改变我们的孕命 但是贝多芬的交响曲它改变了他的人的一生 但是你我的人生是否能由自己的手里 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所以现在我们的贝多芬交响命运交响曲 来结合第五号交响Mango 来看看你我的命运里面 是否从这一场音乐乐曲的洗礼当中 让我们心里的处境还有散的循环 我会想到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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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了 我会想到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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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我们的阿巴乐乐唱法的金曲里面 有很多的歌唱法里面借着 文童的歌声 独具的功德 奠定在新疆流行乐团的经典 很多的团园之间分分合合的特殊关系 更让人家津津乐道 而且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截入了Zenching Crew 还有我们的妈妈营养 这都是大家都能知道的 像阿爸名曲的经典旋律 重新变地了新的片曲 给予不同的音乐的生命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听看 阿爸和唱台的金曲集 阿爸和唱台的金曲 阿爸和唱台的金曲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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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